你不得杀诸 虐诗无德 行为卑劣 难为公归所容 自即日起 只得贵妃之好 这将为平 一切礼遇虽简 一举清理院 犹必思过 无职不得杀诛 皇后意味如何 霓皇 此事 是岳贵妃对不起你 但是事惯女儿清白 不便打张旗鼓的主治 值得委屈你了 霓皇听从陛下安排 还有你 属你的 留在东宫 禁足三个月 好好读书 想想何为储君之道 以后再卷到 这些下座的事情里 朕绝不轻饶 是 儿臣多谢父皇开恩 去去去 下去吧 公主 母 母妃 母妃 星宝 城园 你可知罪 参见豫王殿下 里面情形怎么样 儿臣刀携太子 虽然事迹从权 但终究是以下犯上 又违法度 儿臣知罪 那朕问你 那朕问你 你是如何得知 尼皇在昭仁宫里有难 进去相救的 宫愿深深 你夙日与昭仁宫 从无往来 怎么就突然想起来 要进去的呢 儿臣 启禀陛下 豫王殿下求见 宣 是 宣豫王殿下觐见 儿臣参见父皇 母后 这个时候你过来 有什么事啊 父皇 是儿臣拜托景颜 进昭仁宫的 你 是 正是儿臣 那你又是如何得知 昭仁宫里有事情发生呢 今日无营殿散后 儿臣入宫 去向母后请安 自普清门入 去正阳宫 必从招人宫经过 正好看到太子 带着司马雷进去 父皇知道 太子身份贵重 对他的行动 儿臣难免会多关注一些 儿臣心想 太子居然带着外臣 进入母妃内宫 这是显然不妥 就找人查问了一下 方知郡主也在里面 顿时觉得情况有意 你倒是机灵 既然察觉有意 进去看看便是 为何特意把景颜叫来呢 招人宫护卫森严 儿臣不好带着侍卫 强闯母妃公院 正在为难的时候 恰好看到景颜路过 儿臣心想他好歹也是个皇子 进去看看 应该无妨 总比侍卫闯宫要妥当性 逃若招人宫中真的无事 那么多扣几个头 向母妃请罪便是了 景颜 景环让你进去 你就真的进去了 朕觉得素日里 你可不是这么听话的人 事关郡主 儿臣无暇多想 多亏了景颜为人豪烈 方才保全了郡主 现在回想起来 还真是后怕 谁能料到贵妃娘娘 居然如此胆大妄为 胆敢下令射杀皇子灭口 父皇 虽然儿臣并未受益景颜 以刀胁迫太子 但他毕竟是受儿臣所托 父皇若要责罚 儿臣愿意同罪 行 行了 你对太子的行动 可真是定得很紧哪 太子殿下既是储君 又是兄长 儿臣一向仰慕遵从 常以他的行事作风 马首是瞻 所以 好了 这些话便罢了 朕还不知道你吗 不过你所说的吗 也在情理之中 今日没有出事 竟全靠你的机敏 只是景颜以下犯上 携太子为质 胆大妄为 一律应该严惩 陛下 父皇 景颜此事全是由儿臣而起 景父皇开恩 景颜虽然有罪 但毕竟事出有因 景环又愿意为你分责 况且 就郡主有功 功过相抵 不讲也不乏 羽王景环 敏差异常 及时决断 朕心甚畏 特赏锦断百匹 黄金千两 特赐南珠一壶 以赐奖励 儿臣谢父皇龙恩 谢父皇 船主义 陛下 金氏 区 职王殿下 刘邓 你去殿外给豫王道了个县 你就是走得没影了 其实我知道 郡主知道什么 我知道你来救我 非豫王所托 是苏先生请你来的吧 关苏先生何事 是蒙娜统领告知我的 蒙大统领 蒙大统领当时突然来找我 只说郡主在昭仁宫内出了事 请我前去解救 我当时心中也有疑惑 只不过 我信得过蒙大统领的为人 加上事态紧急 所以就立刻赶去了昭仁宫 郡主如何就提起了苏先生 看来有些事情 是要当面问问蒙大统领了 今日真是痛快 虽然陛下最终维护了太子 但能让月氏这个贱人 在如此大的跟斗 就值得我们母子 喝几杯庆功酒了 全靠母后敏慧 把握住了良机 来 来 说白了 儿臣今日所为不是求情 反倒可以说是抢功 抢功 请 参见靖王殿下 参见郡主 二位今日一同前来 真是稀客 谋大统领可否详说今日之事 你先下去吧 是 听靖王说 霓皇今日逃过一劫 全靠大统领相救 所以霓皇特赶来致谢 郡主千万别这样 真是折杀我了 只是霓皇不明白 这后宫的隐秘 大统领是如何发现的 我好歹也是领命素卫功臣 像司马雷这样的外男进了内宫 怎么可能瞒得了我 是吗 光凭一个外男进宫 大统领就能准确地判断到 我在招人宫会出事 真是洞察先机啊 只怕洞察先机的人不是大统领吧 看来还是瞒不住你们啊 今日之事 虽然全凭母后请来了太皇太后方才得意解决 但是从郡主的眼光来看 她最感激的却未必是母后 没错 景颜不计生死 在招人宫中刀鞋太子维护于她 郡主自然感激 可是儿臣在父皇面前这一求情 景颜就变成是我派去的了 她身上挂着挟持太子的罪名 全靠我作保她才幸免于难 自然也不敢多说什么 母后细想 是否确实如此呢 是啊 是啊 皇儿此举真是聪明 你有所不知啊 方才郡主还特意在养居殿外拦下了我 好生感谢了一番 你在郡主面前有了这个人情 云南幕府再貌似中立 心中也必是偏向你的 可是终究你没有指派过景颜 他又是如何会恰好出现在昭仁宫呢 此乃天赐良计 苏某一位殿下设好了前半局 至于这后半局 就要看殿下的呢 单单只凭丽阳姑母给了一点消息 又在蒙之那里打听到了司马来进宫一事 他居然就可以完全推断出昭仁宫在谋划什么 这份思虑实在非常人所能及 我在问景颜 你在说什么 我在说今日之最大所得 梅长苏 梅长苏 难道今日之事与他有关 你怎么会有关的 景颜鲁莽冲动 做事全凭好恶 故头不故尾 单凭他怎么能成事 不过是让人利用的一颗棋子罢了 真正的谋划者 其实是梅长苏 经此一事 我越发觉得 狼牙阁的论断并非虚言 这个麒麟才子 必须抓在我手上 这位苏先生又不是神人 单凭皇后宴寝郡主 他怎么会知道招人宫内有阴谋 当然不是单凭这个 我今天刚到五音店的时候 他就带立养长公主向我转大 一定要小心后宫的手段 当时皇后娘娘先来邀请 我自以为她就是罪魁 反而没有太防备 后来邀请我的岳贵妃 只是明日还得背着大礼 带着亲帝 去好好谢谢那位豫王呢 那豫王明摆着就是跳出来抢宫的 郡主为何还要去谢她呢 豫王抢宫不错 但也替靖王挡了栽不是 更何况岳贵妃 已经成功把太子保了出来 身为东宫的储君 太子的势力依然强大 我是担心 她日后会找靖王的麻烦 不错 郡主越是这么大张旗鼓地去谢豫王 东宫就会把恨意放在豫王身上 这样 他们暂时没有时间 来针对靖王殿下了 豫王刚才倒是高兴得很 她当然高兴得很了 太子的母妃被贬 陛下又恩赏于她 她为了袒护你 卖给你一个人情 还成了我云南幕府的大恩人 这个最后出现的人 什么也没干 结果三言两语 反倒成了最大的赢家 一举四得 豫王今天这么聪明 看来背后有高兴指点 宫里这一滩浑水 若不是这位高人 谁又搅得动 看来从此以后 看来从此以后 我们都难逃被这位高人 拨弄的命运了 风暴将至 也不知这股暗流 最终会流向何方 大雨将至 这天气实在不宜出门 殿下急找我来是有什么事吗 这天气实在不宜出门 苏先生麒麟制裁 手段高绝 瞒人耳目来见我一面这种事 总该还是做得到的 殿下心中似是有火 我请先生来 是想问问 霓皇郡主昨日在宫中遇险之事 这件事情不是圆满解决了吗 确实圆满 我拼死相救 郡主对我感激不尽 将来一旦有所争斗 云南幕府自然会大理之术 这就是你想达到的目的吧 殿下的意思是 这件事情是由苏某刻意为之 我没有这么说 我在意的是这个结果 是否让你觉得 至得意满 那殿下认为 苏某是否应该至得意满呢 无论郡主遇险时 你做过何种提示 我理解 你很难保他万全 我也佩服先生 顺时地应变和安排 但我想提醒的是 此类情形如再有发生 应早于我智慧 我既不想郡主这等忠良之辈 被朝中监力构陷 也不想先生你 把他们铺坐我进阶的路实 没想到殿下 会对苏某生出这样的想法 真是让我深感意外 既然你否认 那也很好 说明你心里总归明白 这样做是不对的 殿下有什么话就明说吧 郡主并非朝中那些 沉溺于权欲争斗之流 是他在沙场上浴血厮杀 才保住你们在这 繁华帝都勾心斗角 在今后我与你的合作当中 我不允许你 把这样的人当成棋子 随意摆弄 随意牺牲 否则 我萧尽严无法与先生共图大事 我明白了 今日殿下来是与我定规矩的 齐红 在 清离院的人换好了吗 都换好了 都是我们的人 岳平侍奉圣旨 求与此来悔罪的 没有人敢告诉他消息 娘娘放心 他在宫中根基深厚 不得大意 是 饮食物品的供应 都是按平位给的 我们 要不要使一点手段 让岳平多吃一点苦头 我就是带他摆扮好 陛下也不会信的 既然背了这个罪名 不妨让他受受罪 要注意分寸 别伤着性命 别留下什么把柄就行 是 我答应与你合作 你认我为你的主君 那么 你就必须要明白我的底线 殿下的底线是什么 我曾见识过许多的某事 见识过他们所做的 最阴险 最无耻的事情 这些人所射出来的冷箭 甚至连最强的人 都不能抵御 我的兄长 我最好的朋友 他们全都死于这样的阴谋 我绝不能让他们看见我 也变成一个 像那样不择手段的人 殿下放心 你绝不会成为这样的人 你绝不会成为这样的 我不要求你能理解 什么是军人铁血 什么是战场狼烟 但有些人不能伤害 有些事不能利用 如果连那些血战沙场的 将士都不懂得尊重 我萧敬言 绝不与你为伍 清楚了吗 请母后亲自去安置月嫔 儿臣心中实在是过意不去 你自幼在我宫中养大 我还不知道你孝顺吗 但此事已早不宜迟 不能让叶嫔有机会 再向陛下求情 景言呢 自然是闷声回去 什么都没说 这样就不用担心了 以他那个脾气 现在不说 以后便不会再多言 景桓 景桓 无论文桃武略 景轩哪一条都远不及你呀 只可惜 母后没能让你成为储君 岳贵妃专宠多年 景轩成了太子 那也是顺理成章 经过此一事后 他们母子恐怕 也会渐渐失宠 既然她已被贬为月嫔 料想着东宫的位子 就快该动一动了 皇儿大智 母后心中了然 你放心 咱们母子好好筹谋 东宫易主之日 必然为期不远 现在有了梅长苏 我更有把握了 殿下所言 苏某自当遵从 既然今日是来定规矩的 可否容苏某也说几句话 请讲 请讲 想要对付太子和豫王这样的人 光靠殿下的一腔热血是不行的 苏母的存在 就是不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想要对付他们 一定要比他们更狠 否则稍有不慎 我们的大业就会万劫不复 殿下心里应该很清楚吧 殿下的底线 我绝不会触碰 也希望殿下日后对苏某 不要再有任何的猜疑 殿下心里 有些事情殿下也不用再瞒着我 比如亭生 亭生 亭生有何秘 我指的是她的身世 更确切地说是她的身份 我昨日一向光明磊落 唯有此事不敢拿在人前 可是先生又是怎么知道的 我怎么知道的不必告诉殿下 殿下只要记得 我并留以此事来难为你 若你真想害我 单凭知道庭生的秘密 就能令我束手 若你身边没有像我这样的人 日后我们所谋之事 见为人知 太子和豫王矛头直指殿下 你又有什么力量去对付他们 既然今日我们把话都说开了 希望殿下日后 对苏某有绝对的信任 只是这大梁天下 朝堂之上 还有许多纯粮之臣 他们并没有参与到党争当中 对他们 我请先生 该利用的还是要利用 但我会尽我所能不去伤害他们 不许多纯粮之臣 精灵城中风云已起 还放殿下早做决断 还是要多谢你 救赎听伤 颜公子 静睿 静睿 刚才过去的那个人 是你卓家大哥卓青瑶吧 不可能吧 青瑶兄长要是进京 我能不知道吗 算了算了 我们赶紧去雪卢掌苏兄吧 听说他要买个宅子 这住得好好的 为什么要搬出去呢 夏冬不愧是玄静司的长静使 不过在这些时日 他就已经 把沁国公的案子查实了 等他回京后 沁国公绝对无法脱罪 此次若是能斩断玉王这条臂膀 全靠岳父的精妙安排 沁国公一案 能这么顺利 虽然是好 但是让夏冬发现了你 却让我始料未及啊 都怪小徐大义 以为夏冬只会去查沁国公一族 没想到他连原告一块儿查 很快就察觉 是我们天泉山庄 护送那对老夫妇进京的 等我们察觉时 已经来不及了 此事还真有些麻烦了 请 请 驾 岳父 谢碧在玉王会下效力 一直以为您持身中立 两不相帮 您看这次 是不是跟谢碧说一声 免得他 不用 可是这次咱们 护送原告漏了行迹 等夏冬回京以后 您扶植东宫的秘密 可就保不住了 我说了 不用 小旭不明白 夏冬不是还没回京吗 岳父的意思是 要让夏冬 没有机会活着回京 夏冬查清了案子 拿到了证物 玄境寺的作用就没有了 无论是谁 只要把证物和案卷 上交到御史台 沁国公都逃不掉 至于 夏冬这个人还回不回得来 又有什么干系呢 可是因此事 商级当朝玄境寺长径时 可是轰动朝野的大罪过呀 那倒要看看 到底是谁的罪过 沁国公是玉王的人 满朝皆知 现在陛下侵查沁国公 居然有人敢伏击玄境寺 你想 玉王能拖得了干系吗 姐姐 姐姐 时辰不早了 您今天还去玉王府吗 你封城 你封房 又没去 你封城 丁城 艳境寺 你封城 公子 都不得了 你封城 而你看 我封城 不管你封城 清国公这案子我已无能为力 但要是那位麒麟才子呢 他会怎么解决这个局面 父亲 您找我 坐吧 静锐啊 你的朋友苏先生 在雪卢住得还好吧 苏兄说很好 陛下当他是客卿 他在咱们府上自然也是贵客 你一定要好生照顾 可苏兄近日常说 想买一处院子 大约在雪卢 也住不了太久了 此人确实非同一般哪 想来也不会在这里久住的 若是他有什么需要 你可一定要告诉为父 咱们必当尽力 哦 是 你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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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乱与你可知 没什么 我只是觉着心里有点堵 回金陵短短两个月 我怎么发现一切都变了 苏兄变了 连我父亲也变了 你父亲有变吗 他不一直那样吗 至于苏兄呢 说句不好听的话 苏兄是个深不见底的人 虽然我们是世家贵公子 但是我觉得在他眼里 我们还没有那个分量 能成为苏兄真正的朋友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难道就只是冷冰冰的 评测彼此的分量吗 你呀 不要想那么多 这种事闷在心里 想是没用的 人生苦短应当及时行乐 一会儿陪我去妙音坊 听曲子吧 好长时间都没有去了 估计宫羽姑娘 一定是很想念我呀 听说十三先生 还调了新的曲牌 晚上咱们再乘画坊 去游壶赏灯 怎么样 好 严大少爷让我陪 我能不陪吗 不过游壶赏灯就算了 你那个燕王爷 晚上能看见什么呀 去 你啊 什么人 殿下 国公爷 您快起来吧 不是殿下不帮您 实在是该帮的都已经帮过了 为了你这个案子 我押住了州府和都台 京里的刑部和大理寺 更是全力维护于你 可你倒好 自己的地盘 硬生生走投出两个原告来 殿下 都是宾州那群孽障无能 一时大意了 谁能想到 那对老夫妇 背后竟然有江湖高手在撑腰啊 种途倒还有一次机会可以截住的 偏偏又进了江左地界 那个江左盟啊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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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左盟速来行事规矩就是这样 终归是怪你自己的人动作太慢 不过这背后送原告进京的 到底是些什么人 还是必须要查个清楚 你那边有什么眉目没有 尚未清楚 请殿下再稍等一日吧 这还用查吗 原告入京后 直接进了御史台 自然就是东宫那边在捣鬼了 那我还不知道是东宫的人吗 问题是以前太子手上 从来就没有听说过什么江湖势力 这要是不查个清楚 你教我怎么放心 可是殿下都火烧眉毛了 这当务之急 还是应该把我这案子 按下方有后话呀 你有本事惹出这么大的麻烦来 却连夏冬一个女人都对付不了 你还有脸说宾州是你的地盘 从长径市出京起 到现在两个月了 夏冬查到了什么 不知道 他手上有什么证据 不知道 他到底人在何处 还是不知道 不管他现在人在何处 总之是离京城不远了 是冬姐啊 冬姐 玉京 过来 你怎么还这么怕她呀 你都这么大了 她不会像小时候那样收拾你的 谁说的 我是最听夏冬姐姐的话了 过来 冬姐 你不是去宾州了吗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我以为 至少得大半年呢 听说 你又要去妙殷房了 难不成那个宫女姑娘能看得上你 冬姐 你手好重啊 扶我去关道上 别生账 慢慢走 别紧张 妙殷房啊 我是很久都没去过了 宫女姑娘一定非常想念我呢 你没事吧 还能骑马吗 我现在骑不了马 那怎么办 只要不倒下 他们不敢出来 冬姐 河里和树林里都有人 小心点 走 我们走 岳父 荆教的埋伏 已经安排好了 好 自此务必 要一击而重 快 玉京 带东你先走 走 走 拦住他们两个 先对付这个 是 小心 快 走 走 走 冬队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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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队 冬队 多谢你们在这儿出现 要不然我还抓不住这个缩同归呢 这家伙武功不怎么样 轻功倒不错 我看看 我看看 我看看你用来自杀的毒藏在哪儿 冬队 你在宾州查到了什么 怎么会让这些人这么狗急跳奖 居然会派死士来刺杀玄境司的掌镜石 还藏得牙后边呢 也不知道换个地方 冬队 你休息了 警睾锦ищ 警睿 短在这里 动棘查案有自己的方法 咱们插不上手呢 说 谁派你来的 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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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